大家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的小吃 椰糖浆木薯球 这里我们用到一块木薯 非常松软好吃的黄木薯 首先我们把皮去掉 把皮去掉后我们把它洗干净 再把它切成块状 煮半锅水 把木薯块放进去煮熟 煮至木薯熟透松软 煮的同时我们先准备椰糖 把椰糖切碎 木薯已经煮熟了 我们可以用叉子把它试一试 这木薯已经完全熟透了 把木薯捞出 把木薯捞出 沥干水分 哇 哇,好美的黄木薯啊 木薯 木薯 木薯里先加入一小匙的盐 加入适量 加入适量的浓椰浆 手上戴了手套 再把它搓匀 浓椰浆 浓椰浆的分量呢 看木薯的吸收性 搓匀 搓成这样就行了 我们再把它取一小团 把它搓圆搓实 锅里下水 放入斑兰叶 再把切碎的椰糖呢 倒进去 把椰糖充分的煮熔 椰糖 椰糖融化后 先把拌兰叶取出 这时候我们加入 淀粉水 喜欢浓稠的话 可以多加一些 煮好的椰糖浆 把它过滤倒出来 再把椰糖水淋在木薯球上 这样一倒又简单又美味的小吃便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点赞或订阅 我们下次见 水分 并且 要吃 我记得 我们下次见 锅的 再公路 再往 感谢观看